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蔡英文 在短短24小時內 就來到新竹市兩次 可見蔡英文 對新竹市立委席次的重視 也是對柯建民 在國會立法議事的肯定 在簡單談話後 蔡英文和柯建民以車隊 掃接方式向鄉親問好 明天就要通料 昨天晚上我們在新竹市 開晚會 今天中午 我們到這裡來開記者會 等一下我們還要掃接 我們這一切都為了一個目標 就是希望柯總召可以重返立法院 柯總召 我講過好多次 是我們立法院的聯合人物 他最首席法案 他對於立法院的大小事情 都非常的清楚 對於民進黨的理念 對於我們社會的價值的掌握 都非常的清楚 我們希望柯總召 能夠充費立法院 下一個階段 我們的改革 有一個士徒勞馬 對不起 勞馬 勞濟福利 勞濟福利 不論是士徒勞馬 還是勞濟福利 他們會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掌握者 那我們希望在最後的階段 我們來給柯總召打氣 加油 車隊掃街從柯建民競選總部出發 一路沿途有不少民眾熱情歡迎 最後來到天宮壇上香祈福 祈求16號投票當天 一切順利 以及心想事成 台破新竹萬事聯採訪報導 可惡 可惡 可惡